大家好,我是統一健身俱樂部BinSport的教練蜜翔薇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體幹訓練的進階版 第一個動作我們叫做Mountain Climbers 首先我們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台階 不要過高也不要過低 把兩隻手垂直的撐上去之後 肩膀、髖關節、腳踝三點成一直線 身體基本上會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開始就是把我們的膝蓋直直的往胸口移動 定住然後慢慢放回去 左右腳連續動作約30至50次 這個東西我們原則上是練到我們正面的核心肌群 腹肌、髖關節附近的肌肉 第二個動作是我們農夫走路 一開始身體挺直提前下壓 然後我們要拿兩個適當的重物 肚子收好、屁股夾緊 然後我們大步的往前邁進 距離大約15公尺 然後我們可以做來回的折返 約一分鐘將它走完 這個東西我們會稍微訓練到我們的心肺 大部分的核心肌群也都會去使用到 因為它已經開始移動了 第三個動作是我們的側躺抬腿 我們身體改成側躺 之後我們用一隻手臂 靠近地面的那隻手臂做枕頭 然後另外一隻手臂放在前面做一個平衡 挺直之後 正常打直 用我們的上側的那隻腳 直直的往上抬起 接著慢慢的放回來 然後要使用到我們的臀中肌 我們在屁股偏外側的一個肌肉 第四個動作是我們的超人式 首先找一個墊子趴下之後 我們兩隻手直直的往上舉 接著我們舉起右手 同時把左腳舉起 然後舉起左手 同時舉起右腳 重複動作約10至20次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訓練到我們的下背的肌群 體幹訓練可以稱之為核心訓練 把核心做好 當然運動表現一定上升 受傷機率也會下降喔 重複動作 code ش rod lore enemmän 務給你們 好了 你看